耳鳴油啊 腰酸耳鳴 嘴巴乾一定很明顯 他把你的唾液線都破壞了 我是謝國群 我目前在上海中醫藥大學公共健康學院 擔任副院長 我出生在台灣省彰化市 1990年因為乒乓球交流的關係 當時代表台灣省青少年乒乓球交流團 到上海來進行交流訪問 這也是1949年來 第一支台灣民間體育交流團 到大陸來進行交流 那由此與上海解下了不解之緣 1991年有我父親在帶領著我 再次到上海來進行乒乓球訓練 他看到了當時改革開放以後上海的發展 語重心長的和我說 大陸改革開放以後 一定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21世紀是屬於我們中國人的世紀 如果我能從小在上海求學生活 能結交同年齡的朋友 這對我以後的人生發展 一定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當時我聽從我父親的建議 留在了上海求學生活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吃了 我不要再吃了 2004年我上海中藥大學畢業後 留在了附屬的岳陽醫院 工作到20年 2011年我來到了上海中藥大學公共健康學院 擔任副院長至今 我仍然保留了 我在岳陽醫院的專家門診 我仍然會做一些腫瘤 微創介入的治療 這30年間 上海城市的變化 日新月異真的是一年一個樣 三年大變 尤其在2010年世博會以後 不管是從城市硬體設施 或者從政府管理的效能 我覺得跟我90年代初 剛來上海的時候 已經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所以這30年間 我在上海見證了 這座城市的發展 同時也伴隨著我人生 包括我現在事業的發展 其實我是與上海這座城市共同成長 那所以請兩位專家 幫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古代的做法 經理藥上的做法很簡單 所以口味上可能藥性比較明顯 中藥藥是我們中華文化的瑰寶 也是我們兩岸同胞 非常重要的一個財富 那麼其實在台灣的話 它中藥文化也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裡面 所以在這方面 我是希望以中藥文化為紐帶 促進兩岸的中醫人有更多的一個交流 也促進兩岸中醫藥的一個共同的進步 那麼造福兩岸人民的健康 上海是一個非常大器包容開放 而且謙虛的一座城市 對於我跟我太太來說的話 我們已經在上海落地生根了 那麼對於我孩子來說的話 其實他們從小他們就一直在上海生活成長 他們沒有所謂的就是台灣大陸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他們幾乎沒在台灣生活過 那麼所以對他們來說的話 其實兩岸其實都一樣的 對他們來說並沒有很多的 界定 對了 那麼他們既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 我覺得台灣未來的發展還是要依靠祖國大陸 兩岸的未來在於青年 現在除了我的本職工作以外 其實我也一直在做兩岸青年的一些交流工作 自從2018年開始 我每年都組織家鄉的 尤其台灣中部地區的體育交流團 到上海來與當地的 與上海的青少年進行體育的交流 我想通過體育的交流 讓台灣的 讓兩岸的青少年 尤其兩岸的青年 有更進一步的接觸 加深彼此的了解 也消滅彼此的誤解 對 那進一步達到心靈契合 加個大陸 大陸 一步 一步 換上海的 大陸 一步 比較 雷 一步 增加